在盼春的热切中 春天已经过半 人们渐渐脱去棉衣 跃跃欲试地 准备走进一片片花团紧簇的春色中 领略天地间最美的圣景 与您分享柯林的文章 望春 离开龙山又是一度月圆 小巷寂静的生涯 已坚决相安若素 而且俗物困人 每天被琐碎的工作缠绕 也不负在有余裕作对幽窗 悠然作遐想 只是龙山的望春花 至今还贫来相扰 使人难忘 龙山山腰的宿舍 有一个小小的庭院 种着两树高大的梧桐 三四颗矮小的黄羊 一株望春花 我潜入宿舍的时候 正是风雪连天的寒冬 梧桐早已落叶 望春花也只剩着疏落的空枝 唯有中年长青的黄羊木 还透视着几番生意 时节推移 渐渐游冬转春 气候虽然日渐暖和 大地却还沉水未苏 第一个泄露了春训的 就是那一树望春 草未曾灼青 树没有抽芽 望春花却在灼灼的枝头 开启了满树银白的花雷 宿舍里深通事故的女佣 有意无意地说 望春花开了 春天就快要来了 从那时起 不知为什么 我对着满树含苞的望春花 发生了好感 而且有些为她起忧 一天早晨 和同居的朋友 在院前小吏 我说 望春花开得这样早 怕等不到春时烂漫 就要凌落了吧 朋友的回答 却出乎我的意外 她说 望春花真是最难看的花了 枝干僵秃 有花无叶 让它凋落了也好 更出我意外的 此后她竟几次表示 对望春的闲眼 我觉得很不平 有一次对她说了这样 带着几次的话 放心吧 朋友啊 望春花不是为你开的 它并不要你赏识啊 朋友还说 谁叫它开在这里 让我看见呢 我 悟然 没有再开口 每天午后 柔羊 拨斗着春意 蜜蜂赤上 驮着薄薄的东风 在黄羽 在黄羊墓上纷飞 同居的伙伴们 都到山路去了 我总独自助力院前 对望春 做许久的顾盼 而且常不免为她担忧 花开得早 自然也就泄得早 来时寂寞 去时冷落 岂不辜负了大好的春光 眼见望春花 欣欣地开放 粉装 欲拙 洁白如雪 我越是清心怜惜 我的隐忧 也越是深切 不幸地遇见 常常容易实现 望春的惨帕 终于在紫金花 红出墙头 春意盎然的一天早晨 被我发现 凌落在院中的草地上了 我像亲自串演了 一出人间的悲剧 心头浸识了 无名的畅望 我曾经决定 要为这肃心的花束 写一篇童话 假定望春花 是一个追求光明的少女 春天就是她理想的王国 消沙的严冬使她发愁 撂翘的风寒使她站立 她决定独自出发 向天涯海角寻觅春天 跋涉了无数山水 补偿了无数苦心 当她听见南国的燕子 送来第一声呢喃 冬眠的蜇虫打了第一个喝欠 她知道自己的愿望就要到达 激动地发狂 立刻在寂寞的大地上 展开惨白的笑页 报告了春天的消息 于是 于是风暖了 草绿了 花开了 但春天刚来 自己却已经憔悴 在春阳温暖的怀中 做了个寒泪的微笑 悄悄地离开了人间 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立下心愿要为望春书写 但只献自己财分太浅 几回铺茧 几番戈笔 我终于没有写成 人是空总 如今我已离开了龙山 望春花的故事 却依然贫来相扰 甚至梦见她化为白衣的少女 婉转 清愁 促请我对她剑阅 几日以前 殷氏偶上龙山 殿中去看看远前的望春 现在已经是绿叶成阴 迥非往日的风子了 我想望春有之 对那过去的旧梦 她也早如隔世 淡然忘却了吧 果然 那么我的心愿 这样也算成了 山色渐浓 最是春天的血液 望着满山清绿 砸沉着惹眼的娇艳 怎能不让人一时 淡忘了生活的陈俗呢 春天是极短的 仙清的山也不等人 切莫辜负了望春花 辜负了这大好春光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我是潮雨 祝您晚安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